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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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真心话大冒险 今天非常荣幸 我们又请到了蔡振元 蔡博士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真心话 美女主持人益甄 我们各位益甄的粉丝 我们真心话的各位好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是预录单元 虽然是预录 但是我们今天绝对 给大家满满的收获 我们的好朋友们 来到聊天室先帮我 赞赞应援 因为呢 马上这个奥运就要开始了 就在这个礼拜 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一次 因为包含了许多的 比如说奥运村 大家在抱怨没有冷气等等 中国自带冷气 还可以带人家带过冷气 然后我也非常关注 因为奥运村每次大家都会看到 奥运吃什么美食 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他派了师傅过去 什么样的师傅 川菜师傅 川菜师傅 哎呀 有没有北京烤鸭的师傅 我觉得一定有 因为之前包含呢 冬奥2022年 这个北京烤鸭或者是烤鸭 绝对都是所有的这个 选手们必点的必吃的 我印象中2008年可能吃了更多 吃超多吃爆多 据说师傅一天 一天要吃700只烤鸭 一天不是整个奥运 运动给了胃口真好 没错 所以今天非常有口福 今天呢 谢谢蔡博士 我们准备了 我们就来吃播北京烤鸭 对不起啊 这是台湾 今天哦 我们这个本地内湖科技园区的 有名的农都酒楼的烤鸭 大家试试看 哦 这真的烤鸭非常好吃 刚一打开我就闻到那个香味了 香味 而且今天早上一直在忙碌 当然跟北京烤鸭一定会有点距离 对 那没关系 在台湾如果吃到这个等级 已经不错了 是的 来 先来帮这个博士 真的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他很棒耶 他的这个烤鸭的皮 他是一层一层 一层 哎 才不会粘住 这样子 所以就是 就算外带他做得非常的细 刚刚跑去哪而已 那不是这边 那您都怎么吃呢 我都随便吃 哈哈哈哈 随和的博士 大家看看 这个北京烤鸭的 皮是皮 沾点这个什么 甜面酱是吧 甜面酱 这肯定必须要的 你看 甜面酱 哇 皮要够饱够Q 对 那还要加点什么 冲断 冲断 不曉得我们的好朋友 你也喜欢吃烤鸭吗 我们推销一下北京烤鸭 应景 应景 吃这个中菜 加个酱 人家运 那个奥运春 一天吃掉700只 我们才吃一只 少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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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今天刚好一整个早上都在忙 好来 看蔡博士吃 辛苦了 辛苦了 来来来 真的是北京烤鸭 烤鸭干个杯 看美女士烤鸭一定很 干杯 干杯 忘了准备韭菜 本来想要买饮料 只有一整个早上都在忙 忙到完全来不及 这一次啊 其实除了这个美食之外 不得不说 中国也因为奥运接到很多大单 其实这几年大家都会发现 不论说比世界级的比赛 在哪里举行 像包含上次 在卡达举行的比赛 然后呢 2022年的冬奥 或者是这一届的巴黎奥运 都看到非常多的中国元素在里面 中国元素在哪里呢 当然除了说场馆以外 这一次包含了很多的时候 他们的设备 像是什么桌球台 你有看到吗 我还没看到桌球台 这一次的桌球台 会发光不是吗 对对对 就是画面当中你看看 会发光 然后他是有情境的感觉 根据比赛 他是可以调整他这种灯光的 所以这一次 据说这个乒乓球台 很有科技感 乒乓球台 也是Made in China 而且这次义务的单 哇真的是接到爆 奥运的手环 这个叫做中国产能过剩 怎么办 那证明一件事情 是你们要下单的 不是我顾要产能过剩的 你单子如果没有下那么大 我干嘛生产那么多 对不对 而且 这种桌球台 这里卖完 接下来会风险全世界 因为大家都想要拥有一个 会有发光的桌球台 很炫很fashion 对不对 今年很多颜色都不太一样 对啊 然后呢义乌 义乌更厉害 不得不说 不是你选的烤鸭好吃 好不好吃 超好吃 好 再来第二个 再来第二个再来 下次有空 带你去北京吃正宗烤鸭 必须必须 那话说回来 您去北京吃全聚德烤鸭吗 我不确定是不是全聚德 因为反正他们就 就叫我到一个餐厅里面去 我进去就吃了 我都忘了是什么餐厅了 我记得我私人去上海吃过烤鸭 然后他们会把 皮切得特别饱 切法不一样吃法不一样 皮切得特别的饱 然后就是只有皮的那个部分 他本来是说还跟我讲说 要不要请师傅在这边 现场切给我们吃啊 我说不好意思啦 还跑那么远 怎么好意思呢 哇塞 现场 师傅请到这里来啊 请到来就帮妈妈自己做广告 妈自己做广告 制服上有农堵酒楼 有一阵子我们 不是有开吃播吗 后来是因为疫情 所以才没有 不过有机会的话 过年的时候搞不好可以 我们这个准吃播 好啦 过年我帮你准备年菜 你记得提醒我 赛博士准备年菜 赛博士非常的懂吃 他准备年菜一定非常好吃 我不懂你 不懂啦 我都是问来的啦 没有 您很懂吃 您选的餐厅 我会吃 旅行的地点 哇 都很棒 都被人告诉我的 都被人告诉我的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法国当地 他们当然也会质疑 他觉得说 因为这次包含 法国的吉祥物 的娃娃 你知道吗 百分之九十五是中国制造 然后这个义乌手环 一百万个 这种参加奥运会 带一个那个 奥林匹克的手环 全部中国制造 都是义乌制造 是法国自己下订单的 不是我们产能 故意过剩的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 不是我们产能 故意过剩的 咱们中国义乌 没有这个闲情意志 来做这么多的手环 有时候你下单 而且平常你讲 法国那个手环设计的还不差 而且中国做的更精致 对 吉祥物也是奥委会设计的 设计以后 厂商就下单给中国生产 而且这个奥委会自己说 不好意思 我们也很想要自己 made in France 全部自己做 他没有这么多的工厂 做不来 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多的工人 他没办法 所以他唯一仰赖的是 中国的产能过剩 但我也很好奇 因为奥运不是 早就已经决定下一届是谁 他们不能早一点做吗 不是因为 他早点做 可是他会有几个问题 他的吉祥物一定都 返来复去 标志一定设计的 返来复去 到最后才订稿 对才订稿 所以也不能太早做 对啊 因为今天说 要用巴黎圣母院 明天改成巴黎铁塔 好像也是 他有好几个样子 一直悬 好刚刚讲到这个中国制造 然后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你知道吗 举重 杠铃 杠铃 中国制造 杠片也是中国制造 这个 就让我惊讶了 产能过剩 中国的杠片厉害在哪里 我就特别找了一下资料 结果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符合奥运标准 它一定是非常的高标 很高档很高档 而且你一定都要一样 你不能有什么落差的 对对对 所以呢 这家公司哦 它已经是第四次成为奥运举重 机械的供应商 第四次 四年才一次 它第四次 16年 因为别人做不出这个品质啊 对 它是用 只有在中国这家厂商做得出来 几百种的原料去筛选 对啊 据说他们的压制是一体成型 没有错 直接制造出来的 所以呢 那个 也保证了 除了这个标准要符合之外 而且安全 对 哎这个国手耶 你不能 国手不能让他受伤 那当然 那当然 然后这一次还巴黎制造的 中国制造的 在巴黎奥会的 LED跟 美国最讨厌的无人机 爱用又爱进 通通是中国制造 对 通通是中国制造 这个这个 哎呦 对对画面当中你看哦 这些运动电啦 啊 子弹时间的技术啊 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说 回开一些精彩画面 还有包括 开幕场馆的地板也是 也是中国制造 所以啊 所以呢 没有人 要你说非中国制造不可啊 可是你干嘛 巴着中国又要说 我们产能过剩 这不合理吧 自己爱用 对 因为没有人做得出来啦 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 那么合理的价格 哎 你又发单到美国 做做看看 做得出来 哦那一只吉祥娃娃 不知道要卖多少钱 对啊 啊我朋友那时候去美国 夏威夷 因为夏威夷 他们每个地方会有不一样的 可爱的娃娃 那夏威夷的 譬如说 卡拉OKTY或库洛米 都是那种烧焦图案的 对 就我一看价格 哇一只娃娃要26 27美金哦 这么小一个 蛮那么贵 哎你在中国那个才多少钱 那当然是 一只 打对成再打对成 对吧 是不是三块钱 三五块钱 品质就很好了 我的意思是 哎 一只26 一只26这样子 是多少台币 我来算一下啊 如果我们算27块钱 不要算税 哇塞 哇塞 一只小娃娃 难怪 难怪法国要下单 下中国 这个几枪娃娃 要是下在美国 那个商人还赚什么 那不得了 没得赚了 美国基本上也没什么工厂 可以做这个 他搞不好就转发到墨西哥去 然后中间赚一手 哎 美国价格墨西哥制造 对 嗯 没错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如果根据义乌的海关数据呢 哎不是 继续继续品尝 好来来 今年一到二月份 越湿肚子越饿 义乌对法国出口 你知道吗 光是到二月哦 现在奥运是七月 因为我看之前的数字 比较准 他出口多少5.4亿元 5.4亿元 哇同比增长42.1% 然后出口最多呢 因为义乌现在很忙 因为今年呢 美国大选 美共接新单子了 美国大选 有很多选举周边的 这些什么帽子啊 我知道川普的义乌 都他做的 对吉祥物啦 都是 好那光体育用品呢 就增长了70.5% 好义乌出口的 欧盟的体育用品 增长62.5% 简单来说啦 天天报单 对 什么东西都在都在报单 好 这个是中国外销成长的 最重要的动力 对我也很好奇 在义乌这边 这个厂家 因为他们的量都很大 是不是如果量太少 可能还没办法接啊 没有错啊 你这个我都接百万等级的 你这个 开一次模子 开一个生产线 就是一百万起跳做单位 对 他说 这个法国政府 本来人说 他说我们也很认真 那个法国吉祥物本来是 法国要自己做 可是呢 你知道这一生产是 两百万个 这个做不来 没办法做不来 所以有一个对照组 咱们中国现在忙着生产吉祥物 还有运动产品 美国整天在生产炮弹导弹 他赶不来 这倒是真的 这倒是真的 看谁对人类的文明有贡献 而且呢 在这个川普演讲过后 他一直说 我上任第一天 我就终结俄务战争 而且他就常常在吹嘘 他就说 结束战争 我一通电话就结束战争了 坦白讲那才真的 你是说跟俄罗斯方 还是跟哲伦斯基那边 一定跟哲伦斯基下面练买 没办法再给你钱了 你如果明天再打的话 我钱就抽回来了 对啊 所以 这个倒是未来的局势 大家翻转的不太一样 因为川普在这个 全代会上 他讲了很多是中国 他一样啦 就是觉得中国 你们把我们的工作机会 都抢走了 然后你们这个新能源车 好 你们以后要迈过来呢 我要抽你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两百岁 让你迈不过来 好 以后呢 想跟我们美国做生意 他是这样讲的 他就说 你们想跟美国做生意 来 你们就直接来 我们这里设厂 就逼得这些制造商 必须要去美国设厂 未来会不会有一点改变呢 尤其是半导体业 大家很紧张 很多厂 搬到美国去无法生存 我跟大家讲一个 大家都忘掉的事情 事实 最近不是台积电到美国 做亚利桑那去设厂吗 对啊 设到后来 现在是怎么样 好像没有后续啊 结果人家的 日本熊本已经盖好了 哎呀 熊本的速度 倒还是比较快 问题是处在哪里 我在告诉大家 一个历史事实 就是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到亚利桑那设厂 不是第一次 所以之前怎么了 十几年前啊 他就已经跑到 美国的Washington State 就是北辰一点点 Washington State 去设厂 然后设厂没多久 倒闭了 啊 在美国还会倒闭啊 对啊 设到倒闭了 半导体厂还会倒闭啊 半导体厂倒闭啊 十几年前 那当然原理很多啦 最重要的就是说 劳工问题啊 这个什么法令问题啊 一大堆问题啊 美国当地的政府啊 就不太愿意配合啊 我去哪里设厂 帮你们带来工作机会 帮你们做美国晶片 还不配合 因为如果稍微加点班 就开发灯 哦 那我问你 那你这种半导体厂 你可以中间 下班一拉下班大了 我们工厂停工 机器停工 然后生产线产品全部报废 晶片等下再做这样 对啊 晶片是一种流水式的生产线 是一种半化学 半物理的生产线 那这种生产线啊 不能停 没办法停 一定要说 全部的一个模组做到 告一段落以后才能停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要两班制 三班制这样加班啦 那有时候到礼拜六 礼拜天要加班啦 那就不能说 欸医生啊 麻烦你明天礼拜天加班啦 你说哎呀我要跟工会告 哈哈哈哈 所以 穿不下去啦 Let American 制造业 Great again 你觉得 Let American Travel again 他总是有心帮美国 这一点我们应该肯定 可是他的方法是不对的 我每次都觉得 他是不是选举在开支票 难免的啊 难免要开支票 因为你有很多产业 要到美国去 真的很难生存 因为有些行业 因为每个行业就是不一样 比如说平拿鑫讲 服务业在美国 他生存工作就很大 可是制造业在美国 就是很麻烦 你也收不上那些 美国奇奇怪怪的制度 你没有去亲临其境 你真的很难理解说 美国怎么这么奇怪的制度 为什么做不起来 比如举个例子 他如果说 员工信某一个教派 他可以马上离开生产线 然后去做教派的活动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 可是你知道 美国的教派有多少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基督教 可是大部分国家的基督教 不会像美国有这么多的 教派的分歧 很少 比如在台湾有各种基督教 民族性一些文化不一样 对民族性文化不一样 我们有长老教会 我们有什么禁信中 我们有很多 可是我们都很平和 传教各方面很平和 员工不会要求信徒 在上班的时候 做一个特殊的礼拜活动 可是美国就有这种教派 你就拿他没办法 所以台积电在那边 员工管理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订单敢不及 然后生产线经常挂掉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解释 为什么美国人一直搞不懂 新疆在干嘛的这件事情 他以为他都强迫劳动 因为他就觉得 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没你帮我做的 对美国人 对于西方媒体来说 我觉得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报告数据 你知道吗 现在越来越扯 只要是新疆生产的任何东西 前去年开始 我们不是在讲说 新疆有产海鲜这件事吗 现在的信价海鲜 也被贴上标签强迫劳动 我就觉得很妙 人家获得新工作的机会 赚钱的机会 你就说这是强迫劳动 我觉得这个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 他认为咱们中国人 强迫海鲜劳动 只要你工作就是劳动 强迫那雨劳动 强迫那下劳动 我就是希望你们全部躺平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先讲新疆 神秘的新疆 其实跟西方媒体 我后来才发现 如果我们不报道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新疆在做什么 对 而且你不知道新疆现在这么的进步 你以为新疆现在还在 全部在牧羊吗 牧牛吗 很多人就看那个表面的说 哇 新疆有个天山山脉 然后那边的北疆 北疆有个沙漠 南疆有个沙漠 南疆有个沙漠 什么准格尔沙漠 什么沙漠 我们都背过这地理名词 所以印象中好像 像新疆很遥远不发达 其实现在的 在这个中国政府的治理之下 已经完全不同了 对 而且华尔街日报都认证了 现在在讲碳排碳排 导播你等一下给我那个画面 我找了一个光伏的画面 你知道吗 台湾不是也是在炒光伏 就是太阳能排 你看一下 黑黑的是什么东西 光伏 各位 这全部是光伏 那你看看哦 这个数量这么大 这是空拍机拍的哦 它可以这么广泛 你就可想而知 它提供的电力是多少 所以华尔街日报都认证了 中国碳排放量会比预期的 提前几年大风 你光看新疆 解释什么叫做碳排风 就是我们全世界 为了要控制这个气候的 这个变迁的温室效应 所以我们减少每一个国家 碳的排放量 我们只有活动 就有碳的排放量 那最重要碳的排放量 就是烧煤 烧煤炭去发电 这是最大的一个碳排放量 那这种最大的碳排放量 如果我们不烧煤炭 然后改用其他的东西发电 比如核能发电 用光伏发电 风力发电 最重要是光伏发电 跟风力发电 那刚好就是中国的强项 而且是新疆的强项 因为新疆有很多的空地 沙漠 对 这个空地本来就不是 在做养牛养猪的 这个空地也不是在种稻米的 这个空地是一种准沙漠 或者是一种 我们叫做这种盐盘地 有人叫戈壁 那这个地方 来做这种所谓的光伏发电 真是天作之和 那台湾不太一样 台湾是把那个 我们都是农地 农地把它变成这个光伏 这个是一种很高的生产代价 那现在新疆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新疆是绝对会 附加价值很高的光伏 然后这个光伏的发电 用特高压的电网 把它送到其他的省份里面 你知道为什么用特高压的电网 因为要传很远吗 因为传的远 因为这个土地大嘛 传的远 更重要一点就是说 它的输配电的损耗很低 至少可以省30%以上 比如说我用其他的电网 现在美国都是用 所谓高压电网 那台湾也用高压电网 这种高压电网 假设说我输送10度的电 我可要损失1度的电 浪费了 对 但是如果特高压的话 就只要0.3度的电的损耗 那很适合这种光伏的输送 那全世界的电网 现在只有 中国有特高压的智慧电网 哦 怎么样智慧法 智慧法就是 难怪它动不动 就什么4000万千瓦 320万千瓦 它简单的道理就是说 可以控制 因为这个输配电 有的时候 因为发电本身不是很稳定 太阳升上升降风力 然后它要把输送稳定的时候 它这个电网会主动去调节 调节到最适合输送 最有效率输送的状况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是科技新疆 你也可以讲新疆科技 对于这样的一个作风 这个美国人无法理解 你怎么能够做出来 怎么可能 那为什么我美国也有沙漠 为什么做不起 国地也很大 为什么他们不行 那为什么美国做不来 因为第一个 他们的输配电网有问题 第二个 他们没有这么多的 配电网的问题 没有这么多的光伏片的产业 他想到说 要做这么大的光伏片 还要跟中国买 然后又开始 骂中国产能过剩 讲到重点了 因为欧洲的光伏 几乎都是来自中国 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买 对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买 所以呢 美国现在就等于有点是很失慰 而且新疆得天独厚 因为它不只是说这么多沙漠地方 还包含了它的这个 等一下 这里有这个脆脆可以加 加粥的 我帮你 另外单独加好了 单独加 单独加脆脆的 然后呢 这个新疆 之前为什么大家说 很适合种棉花 还有种出来的番茄 新疆的番茄 还有新疆的棉花 闻起来有那个太阳的味道 就是因为它的光照 时数非常非常的长 这是烤鸭两吃 台湾的特色加西班 这是什么 哦 这个是 用烤鸭的去煮汤煮汤 也去熬西班 压骨架子去熬汤 是吧 哇 这看起来很绵 大陆上很少人这样吃法 那台湾人喜欢吃西班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烤鸭配西班 通常是烤鸭三吃嘛 一次是 熬汤 对 二吃熬汤 三吃就是炒的嘛 那我是觉得 我们这个摆不下嘛 我就说 有没有别的方法 他说 哎呀 那个汤熬西班 很好吃 对对对 好 那我来讲一下哦 平时说哈密 台湾香土味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 我先问一下 嗯 有高汤的味道 有高汤的味道 很香 哈密哦 你知道吗 全年的日照时数 居然是3380小时 它是全中国大陆 日照最充足的地方 所以哈密瓜的地方 对哈密 新疆的哈密 现在呢 就开始在做光伏 在做光点 追光逐日 这叫做大漠戈壁卷起光伏蓝海 哇 而且非常适合做 又变成一个新的科技城 是的 没错您讲中了 因为有了电 有了电 就有别的可以做了 比如说大数据中心 可以设在那边 嗯 比如说一些科技产业 需要用电的 就可以设在那边 对 因为光伏发电 光伏产业链 如果是就地采用的话 它的成本比较低 对 如果经过长途的输送 成本就会增高 没错 现在就是光伏的 这个周边的产业链 光伏的电磁片组件 等等的 全部都在那边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新疆 就是种东西养东西 没有 没有 很多高科技进入新疆 变成一个中国矽骨啊 新型矽骨 新型矽骨 不一样的形态 那已经不是叫骨了 那太大的面积了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讲 新疆的电 送到别的地方去 这叫做江电东送 其实它很久以前就开始起用 2010年就开始起用 这规模更大 对 你知道吗 它的这个数据 我看了也是吓一跳 这个数据都是太庞大 到2023年的三月底 从哈密到敦煌 到燕敦到沙洲 有两条线 它外送的电量呢 分别是1331.44亿千瓦 这么多 千瓦时 哈密送到电州呢 光外送哦 3177.27亿千瓦时 哇 这个就是完全就是 可以大量的替代掉一些煤电 它等于是干净的电 而且大西部的供电 大概靠新疆就可以补很多了 对 好那讲到了这个 新能源的部分 那当然要讲新能源车啊 你知道吗 最近吐鲁番 吐鲁番观光很盛 就算在夏天 越热大家越要去 因为吐鲁番那边 你可能会冻不掉 那里热 那里就是专门大家去看 一支这个温度计啊 每次到夏天它都会飙到全 就是多高温多高温这样 这一支啥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支 但是我记得每一年暑假 就会有这个新闻 那最近呢 就有这么样一个新闻 就是在讲说 新疆的新能源车 计程车 新能源计程车 的换电站 就在这个新疆吐鲁番 因为他们现在发现哦 如果新疆那么大 我装充电装很麻烦 那怎么办 我换电啊 我换电池 对 我换电池嘛 车电分离 那这个电池的使用寿命 也可以有个保障 就有点像我们的Gogoro 我换电池 对 然后呢 它说啊 这家老板 他在营运这个建设行 老板 他说啊 他这样换银之后呢 一年可以省8到10万人民币 然后又 而且又可以 它成本又低嘛 因为它的维护成本 他说换电池 你只要2分钟就换好了 就拿起来嘛 换过去 2分钟他帮你换 这么快啊 那比我们加油还快啦 对 续航力350公里 你又可以再继续跑了 跑个景区再回来嘛 太欣佩了 太欣佩了 对啊 这是这个变折通 对对 而且在 你有想到吗 在吐鲁番 电池也很怕热 很可怕 对 所以它要经过 终极的考验 烤鸭的那个烤 一针讲对了 这种锂电池 要经过什么 经过极冷的考验 跟极热的考验 你不能冷的时候 不能发动 你不能是热的时候 这个会出汚会故障 所以两个问题都 都要接受考验 但是中国在制造电池 竟然在吐鲁番 这么热的天气里面 都能够正常运行 我们不得不说 这个已经走在世界的前沿 没错 它不一定 你可以称之为科技前沿 不是什么新科技 可是制造的能量 就是能够到达这个水平 而且你知道 吐鲁番有多热吗 它说一年夏天 40度以上的高温的天气 可以煮蛋 60% 基本上都这么热 那冬天最热的什么时候 最低温什么时候 最低温应该也是 新疆也是冷到爆 真的 我讲吐鲁番 即冷跟即热 吐鲁番 吐鲁番 这我倒是没炒过资料 吐鲁番的冬季 我知道乌鲁番的冬季 那个什么 比较比较冷 吐鲁番的冬季 我们来看一下 来来来 非常冷 尤其是12月跟1月份 多少 来我看一下 几度 几度 他里面特别是讲说 这个天气 你不能扛冻的 你就别去了 这么冷啊 还要抗冻啊 要抗冻啊 因为吐鲁番称为火粥嘛 火太热 夏季极端气候 49.6度 我老天哪 冬天你要的答案来了 零下28.7度 我老天哪 极端天气 最冷的时候 那吐鲁番的这个著名同胞们 哇你们太厉害了 你们太厉害了 所以他就是四十几度的高温 然后零下 一二十度的低温这样子 对 哇真的很冷啊 你吃过西饭很香 有我吃了 吃了齁 好香喔 配西饭很搭欸 怎么会这样 意外的很搭 对很搭 很搭 嗯 因为他 我猛吃猛吃 很浓 对 好 所以这样子 计程式的换电站 这idea不错 这创意很好 嗯嗯嗯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新疆 其实这一次 大家都 大家在讲喔 其实从这些高科技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新疆 它地理位置的不一样 它在翻开地图 其实世界中央是新疆 从一带一路 从这边出去 对没有错 然后它有一个口岸很特别 叫做霍尔果斯口岸 对霍尔果斯 霍尔果斯 非常有名 那我就找了一下 哎那这个口岸附近 大家在做什么样 跑单帮的生意 你知道吗 哎我就很兴趣了 他跟哈萨克 因为中国大陆 有很多新能源车 不是就是 卖到哈萨克去吗 没错 那就很近嘛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要靠我的运 这个货车卡车运 很麻烦 嗯 我运过去 我要把它先送上我的卡车 没错 然后运过去做 我要再下车 我那个卡车要开很久 对 然后量也不大 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你知道 什么新的创意 因为那边农民很多嘛 对 那我就叫农民帮我开过去就好 哈哈哈哈 厉害厉害厉害 对 他们说这个运输的 厉害厉害厉害 因为一次大货车 你运也是一个 八辆十辆很麻烦嘛 对 所以呢 他就直接找农民来帮忙 而且他说很贵 出一次车要人民币大概2万块 而且重点是因为你这种程序上很麻烦 我那么多车进去 我报官嘛 我程序很麻烦 进一次出我又要一次 所以他就想说 那 他有进无出啊 他跑到沙河去卖掉吧 很多是二手车 那我就直接农民开过去 交车就好了 对 没有错 一趟 这个一趟的价格也不错 一趟给400元 那一天来回你可以两趟嘛 你又可以赚个800多块 据说一个月 可以让农民多1万多块人民币的收入 哎呀 这不错 这是很好的副业 很好的副业 这个就没办法说是强迫劳动了吧 绝对强迫劳动 一定强迫劳动 这个外国人无法想象的 就是强迫劳动 其实新疆这几年的发达 还有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好 然后但是美国就是这样 美国安全部 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这个报道 它说把来自新疆的海鲜 铝业 鞋业 就是 因为涉及强迫劳动 对 涉及强迫劳动 要给予制裁 就是在清单里面的是 不可以出口到美国的 不出口就不要出口好了嘛 哎 说得好像很适 据我所知啦 新疆的海鲜 海鲜根本卖不够 光送到上海就不够吃了 尤其最近大陆上 不从日本进口海鲜 因为日本搞核服水的排放 那不从日本进口 那当然要从很多地方来补足 因为东南原来很喜欢吃海鲜 所以从新疆补了 其实新疆还不够 还从俄罗斯买点来补 还有一部分还要从台湾买过去补 对啊 我有几个朋友说做海鲜 他说现在送到上海是很抢手的 对啊 而且我觉得 有时候美国的这些制裁 他以为中国的新疆海鲜 多到可以产能过剩 卖到美国去嘛 没了啦 那你觉得不觉得是一些假议题 他就是故意在那边牵扯 他故意在抹黑新疆 在污昧中国 说咱们中国强迫劳动 他看到咱们中国人比较勤劳 我们愿意六点钟起床去上班 他们美国人不愿意说 我们这个叫做强迫劳动 我也跟我讲 这个中天电视 对这个益针就强迫劳动 一大早就来播报 其实如果硬要贴上强迫劳动 其实那干脆大家都躺平好了 190啊 他们中国人天性 就喜欢很努力工作嘛 是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 这么怎么讲 中国速度才能够超越新疆世界啊 不然那手环怎么一下子 揍出100万个 对啊 100万个200万个娃娃 不加班还行啊 对 所以纽时报导 就是一开始被盯上的是 棉花跟番茄 现在不讲棉花了 现在不讲棉花 你都饿什么吗 都机器啊 不是机器 不然呢 因为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都用新疆棉花 来揍炮弹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 棉花怎么跟炮弹弄在一起 其实是这样子的 炮弹里面还是有装引信管 那引信管都是棉花做的 那最好的引信管的棉花 哪里 就新疆棉花 所以欧洲现在打仗用的棉花 都是新疆棉花 哎呦 难怪啊 现在棉花不讲了 中国应该是说 去跑过去制裁 这个炮弹都新疆棉花做的 我们禁止你发炮 开始保持和平 而且新疆比较厉害的是因为 其实它偏生是不太适合种 比如说小麦啦 或者是养海鲜 它是离海最远的地方 离海最远的地方 你怎么养海鲜 你养三文鱼怎么养啊 但新疆就很厉害 科技 还有螃蟹 这些全部在新疆 现在都可以吃得到了 而且呢 他们是在盐检地里面 之前我们也讲过 他们把盐检地 想办法调它的检度 调到跟海水一样 对 然后再给它加益森菌 让它适合微量元素 调配出人工海水 就人造海 海洋的环境 你看这鱼啊 海鲜养的那么好 你看 而且他们当初要养什么 其实他们是有筛选的 因为要先养一些品种 看哪一些活的比较好 对 什么罗飞鱼啦 加州鲁鱼啦 石斑鱼啦 这些都有进行筛选 我怎么忘了拿石斑鱼来 很厉害喔 中国的这些科技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讲到除了海鲜之外 其实1970年代 伊犁河流域 就已经开始在养 红尊 就龟鱼啦 伊犁河是塞外江南 对 那个地方是新疆唯一 雨量 这个每一年的雨量 算是比较高的 新疆大概平均 其他地区平均大概雨量 一年大概一两百公里而已 但是在这个伊犁河谷 那个地方是河谷 它刚好是个山口上的河谷 一年大概五六百公里 所以那个地方叫塞外江南 而且它怎么养呢 天山雪水 很好奇天山雪水 养出来的孙鱼三文鱼 会是什么样子 很好吃啦 保证很纯 它水温常年 可以摄氏20度以下 其实这些都是新疆优势 对 伊犁冬天不会大概零下20度 对 而且它现在把这些优势 发光发热之后呢 反而被西方国家 拿来说强迫劳动 大家就觉得蛤 这种帽子乱扣 西方人实在是 而且是美国人 找茬啦 简单找茬 找茬啦 好 再来看一些比较特别的 我还找到了一个 我们跟新华社有合作 有一个画面是 你知道新疆的这个麦穗飘香 新疆也产麦子喔 新疆产麦子啊 小麦 而且现在经过几年 因为他们都会有那种 你看大面积 他们会有一些 一些做一些实验嘛 怎么样来改良啊 让它变得更好嘛 对对对对 融业改良 做得很成功 现在都是百亩千亩万亩的 这种示范钱 你看他们中国人啊 让那台机器过度劳动 强迫那台机器劳动 而且我记得喔 这边资料没有贴到 我记得喔 它有一款麦子 它特别把它送上太空 中国不是一直都有在做太空实验吗 它送上太空 利用太空的一些辐射什么的 然后去改良它的基因 让它比较耐旱 耐冲 因为对中国来说 你哇一睁开眼 哇14亿人就要 所以这样打遍天下无敌手 对要吃得饱 对啊 那美国人你呼不呼气啊 会不会说我们连太空 太空站里面都强迫劳动 因为不让太空人休息 我很好奇 因为以前大家对新疆 知道的资料很少 大概就知道说 棉花很有名啦 然后全世界的番茄罐头 尤其运到非洲番茄罐头 不是棉花 几乎都是番茄 对来自新疆 要不然就是葡萄 对葡萄 葡萄干 竟然还可以种小麦 你看看 对一样都是盐检地 去改良来做成的 好来接下来 最近呢 这个比较另类 比较少人看到 最近在新疆有个博物馆开幕 这个您可能会有兴趣 我这个特别有兴趣 魏晋古墓 对 它要看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魏晋古墓 这是新疆在这个地方叫库车归姿 我们也有这个画面 这个地方的古墓 大家有空应该去参观 非常有历史感 博物馆 用古墓的遗址来做博物馆 这个是第一次在新疆地区发现 中原跟河西地区 它说这个形制完全一致的 汉式的这种砖式墓 就可以看到就是新疆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其实各民族的来往 你看它保存得非常的好 这个是水塘以前 你看多久了 你看它是这样钻进去的 然后里面就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然后再加上 现在的博物馆很好看 因为现在都结合又AI的 然后又有一些 视觉灯光的效果 你看耳势 你看不懂的 前世在哪里 它都配合灯光上次 照给你看 以前要画一条箭头 以前要拿那个雷射笔在那边 这边我们来看这边 现在不用了 蠻特别的 所以我刚好看到 所以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它说呢 这个门楣上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有这个中国传统的兽文 的这个神兽的样式 然后还有呢 它说墓的主人 主人口 口含或者是手握钱币 它说这个都是以前 这个中原的这种墓葬习俗 对 没错 所以它就是透过这些习俗呢 习惯到现在台湾 它还保留这种习俗 可以看到这个 魏京南北朝时期 跟中原跟西域 紧密结合的依据 原来这么久之前 好 那再来一个 比较特殊的就是 新疆能做的事情好多 新疆不是还有那个 吃喝玩乐 沙漠靶场吗 对 军事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 F-22跟F-35的靶机 我觉得一定有可能 因为这是美国卫星拍到的 靶场 但是我觉得 中国有 美国一定也有 一定有 这就不用怀疑 它一定把福建舰 当做他们的假想敌 对 没错 没错 你看那个是靶机的位置 放在那边 然后用空中来攻击的时候 所以让这个飞行员 飞行员的这种感知能力 可以提高 嗯 就是一个模拟战的部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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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好意外的 对 就是想说在新疆 让大家想象一下 没去过 但是至少呢 透过这些新闻 你大概也知道 新疆可能不是原本 我们理解的新疆 而且听说那个机场 没像那个冲绳的 贾首纳空军基地 哦 所以是巧合还是 故意的呢 对 故意给你看的 光每个地方的空军基地 都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但是可能模拟 比如说有一些比较 关键的飞弹 跑道长度啦 什么之类的 没错 没错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哎 中国大陆 美国最担心的就是 中国大陆的造船 我们不要说军舰 我们光是商船啦 LNG船啦 其实都对美国 已经造成很大的一个威胁了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清楚 其实造那种 那种游轮造LNG船 你说的游轮是在能源的 还是旅行的游轮 这是旅行玩的那种游乐 那种大型那种很多 一下装几千个人那种游轮 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LNG船 它的技术等级 不输给航空母舰 不是航空母舰 因为技术要求不同 航空母舰讲的是战斗力 挨打耐打 可是没有人说 游轮叫挨打耐打 但安全性要很高 因为载很多人 很多天然气 航空母舰载的都是壮汉 所以要求舒适感不高 可是这种游乐用的游轮 它装的老弱妇虏啊 所以它有设计的舒适感 平衡感 那是另外一种技术 那LNG又不一样 LNG里面 要装LNG里面的钢筒 那钢筒是很特殊的钢筒 是有专利的钢筒 以前是法国有专利 所以韩国人就跟法国买专利 法国人就开给它一个高价 法国人开给韩国人高价 就韩国人做了这种LNG船 根本不赚钱 做一只赔一只 为什么 太贵了吗 成本太高 因为你这个等于是学汉钱 为什么 你该赚的利润 都被韩国 法国人用专利给赚走了 后来中国人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跟法国人买专利来做 实在是成本太贵了 干脆自己研究 自己突破 自己申请专利 我们能做出来了 太厉害了 所以现在LNG 中国就有这种价格竞争 跟品质竞争的实力 所以我们可以抢到 很多很多的订单 那邮轮是做了第一艘 就是什么摩都 艾达摩都 艾达摩都 在上海就是第一艘 而且规模已经很大 听说现在运行的很少 大家都要排队 排队 没办法 目前就这么一艘 但是据说已经 有有有订单 订单后面好几个牌车 所以现在包括货轮 这个邮轮 这个货柜轮 这都是最赚钱的 LNG轮更赚钱 更赚钱 还有装石油的邮轮 都很赚钱 现在大概有七成的订单 全世界七成的订单 都在咱们中国大陆的造船厂里面 排队等着中国造船 我们不会让人家排太久 不像美国排那么久 我们很快就可以救过 也蛮久 你知道吗 订单排到2028年 2028 只能说你下订太慢了啦 对对对 大型的这种天然气 LNG船被称为 海上超级冷冻库 它也是造船工业 三颗明珠之一 没错 那中国的确没错 利润很高 您说的大笔的订单 中国造船业的利润 跟去年同期相比 成长两倍 而且它的总共三大指标 包含了造船完工量 25002万载重盾 然后呢 它的这个新的订单量 到六月为止 六月为止 手持订单量 这是多少 个时百千万 17155万载重盾 这好大的数字 这个数字都非常的庞大 所以中国的领先 其实也归功于 谢谢世界各地 因为我们强迫劳动 因为贵的贵 技术不给的不给 只好全部自己来 一下子用高价 想要烤好我们的脖子 一下子又是什么 技术制裁专利控制 干脆咱们中国辛苦一下 我们自己强迫劳动 做好一点 把它做出来 对啊 而且光是这个壳排汽油 它的一个报告 未来呢 这些产业都还会更赚 因为2040年 LNG的需求 会成长50% 中国大陆 没有错 中国大陆也是需要 而且很多 不止中国大陆 很多国家都需要这种船 而且中国大陆做的船 又便宜又好 相对的 其他的日本韩国做的 我们是比较便宜一点 而且品质又更好 商业嘛 就是在CP值高嘛 对 而且都运到哪里呢 运到澳洲 对 运到欧洲 运到日本去 对 没错 所以这个需求量很高 好 那再来讲一下 中国无人机好了 其实百分之八九十吧 对 美国农民在用的无人机 对 大疆 因为美国的农民 他们的农场面积蛮大的 对啊 跟刚新疆那个有得比 对 有得比 因为它的平原很大 那如果说以前用人工的话 我那个成本又很高 所以现在有了无人机了以后 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农作的活动 无人机都可以大部分的 取代了人工 所以美国农民要依赖 中国所做的大疆的无人机 不管是喷洒什么东西 或者施做什么肥料等等 或者解决什么问题 或者平常的 我们叫孙残醉 就是到那个田里面去巡视一下 哪里有问题 就画面这种啦 那现在不用 农民就在家里面 看电视 让无人机制去拍就好了 对不对 也是耶 就不用那么辛苦 搞不好结合AI 未来呢 撒农药什么时候要出发 撒水什么时候要出发 对 都可以用来设置 搞不好他还会吹农民说 赶快去买农药 买什么农药 那美国农民依赖这个 那现在这个2025年 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就是国防预算 对啊 的授权法 里面他们对于 大疆无人机全面解禁 哦 为什么 就是因为用的太多了吗 第一个 他本来说美国的国防预算 公家预算 不可以买大陆的无人机 尤其是大疆的无人机 对啊 可现在发现没办法 所以他知道 2024年制裁这个不准买 2025年开始可以买 我可以理解 因为今年选举 不只选举 今年不准 因为买不到别的 是这样子啊 对啊 那你讲对了 农民为什么要投票给你拜登 对 为什么要投票给你川普 像川普以前不是很反对TikTok吗 对 今年TikTok都在赞美 他都在骂拜登 对 他就马上说我支持 我支持TikTok 不进了不进了 所以周壮之后 TikTok的指引长 不要那么辛苦 对啊 美国就是没有一个理性思考的政策 都是随着选举的气氛在改变 那农民的一样啊 现在美国交通警察都用大疆无人机 你说不准买 他不想怎么办 对啊 我用什么替换吗 那没得替换啊 那美国也是泱泱科技大国 美国无人机不好用啊 贵还是 美国现在无人机都在做军事无人机 可以啦 做一般的无人机他没办法 因为无人机不是只是会飞而已 无人机里面还要很多智慧的作业 对 你要喷散任何物体的作业 那个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设计程序 可是大家能够用很简单的方式把它做出来 哇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本事 不然大家能够占全世界百分之八十四场 是怎么弄的啊 能够这么好用一定是有原因 还有很多的工程人 美国工程人员也要用 对不对 还有那个 讲的笑话给你听 美国刚开始进大疆无人机的时候 第一个哀哀叫你叫谁吗 哎 你叫谁美军 美军 你哀哀叫美军 不会是美军也在用吧 是美军在海外基地那么多 那么多海外基地全部都大家无人机 这样合理吗 不不他买不到别 不是我在想啊 他买不到别 这个时候怎么就没有国安威胁 海外的没有国安威胁 美国其实就是这样啦 双重标准 尤其是选举到了 他需要的时候 就没有国安威胁才学 他本来以为自己不需要 可以买到替代品 其实没有啊 之前不是拜登也在那边讲 TikTok为什么我要进 因为有国安威胁 哎 川普就没有威胁 其实只威胁到拜登好奇怪 对没有错 这个国家很搞笑 是啊 聊天室好朋友 记得帮我们按赞应援哦 多多的按赞 多多留言支持 谢谢大家 下个礼拜二就会回来直播 再吃一片北京考量给大家看 不行 今天好多资料 等我讲完 因为剩最后十分钟 怎么跟蔡博士录影时间 都过得那么快 而且前一阵子 大江你知道吗 这有个大突破 珠峰 海拔六千公尺 那没办法送东西上去 垃圾也很难运下来啊 而且运垃圾下来 直升机也不方便 因为气候 它气候的这个变化蛮大的嘛 大江无人机半岛 没错 这个非常不容易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因为那种 不管是无人机也好 有人机也好 它在那种高 高什么那个 海拔 然后空气稀薄的地方 它要飞行 要面对很多很难克服的问题 那个地方会有很奇怪的气流 因为三菱线的关系 所以动不动 就会把飞机给打翻了 所以你有人机风险非常高 那无人机不是没有风险 可是相对来讲 因为它没有载人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 维生系统的设计 所以它的这种载重可以多一点 然后风险系数承受力可以高一点 现在好像稳定可以15公斤可以 对啊 那大江无人机可以揍到这个 一架15公斤 两架30公斤 而且它厉害的是你知道 它送物资上去 氧气瓶 尤其是氧气瓶 那下来 救难物资都可以 下来它也不空着下来 山上有很多垃圾运不下来 把垃圾运下来 运下来 对啊 而且它是在 可以到达六七千公尺 那个大概是 已经快要接近 那个很重要的登山营地了 对 很特别 很特别 然后还有一个 大江真的厉害 大江加比亚迪 会发生什么事 哎 有意思 车载无人机 哎呀 按一个键 它就起飞 我再按一个键 它就回来了 你要回去哪里 不是 我可能我想空拍嘛 对不对 很好很好 然后 叫个机车 不是 它就是专门设计 我开车 对不对 你开车的人 你怎么自己开自己拍嘛 对 然后它平常的无人机 就藏在你的车顶里面 它跟你车子是结合的 你知道吗 它有它自己一个地方 可以收进去的 打开 不是放后车厢的哦 哦那好 对 然后呢 起飞之后啊 它会识别本车 然后停在空中等待你的指令 太好了 太好了 对 而且哪些车呢 当然是比较高价的啦 比如说仰望U8 哎 U8感觉会卖爆 它是什么 U8出来了吗 对仰望U8 嗯 没有这个 这个是特殊版本 这个是玩家版的这种车型 它的售价是109.8万人民币 是稍微贵了一点 稍微贵了一点 因为它的特殊性的功能很多 它最适合那种喜欢outdoor啊 去那种山里面啊 冒险探险的 但又很注意安全 那又要载全家人 车又要够大的这种玩家 还可以帮你探路 对啊 很不一样哦 对对对 非常好 好那再来讲一下 因为现在无人机 无人当道 什么都无人 无人机 对对对 接下来搭建车 也没有司机了 没有司机就跟你聊天了 萝卜快跑 百度旗下的 你怎么看萝卜快跑 应该你要设计好 可以聊天的机器人 哈哈哈 跟那个小爱同学 或Siri聊天 对对对 跟小爱同学聊天 对对对 可是现在说 我们先不说它的状况很多 因为本来一开始这种 可想而知 被称为傻萝卜 因为它第一开得很慢 然后再 它完全遵守交通规矩 所以它有时候 比较不像人 那么快变通 但这个诚实可以调的嘛 但是问题是 现在很多司机 他们很担心 以后如果 而且这又是百度的 萝卜快跑 真的开始普及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没有生意做 你觉得呢 多多少少会有司机 会担忧失业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 各地方政府想办法 在核准这种无人 计程车的时候 一个转型吗 也要如何让这些司机们 转型 看转型做什么工作 而且可以维持 同样的生活水平 这是每一个地方政府 要去想办法去解决的问题 对啊 而且因为它无人嘛 所以它的车资很便宜 你知道吗 它说以武汉市 每10公里折扣价格 这便宜4块钱 然后如果你是搭网约车 其它是大概18块钱 10公里内啦 它选了一个小小的距离 就是等于是便宜了 便宜了快四倍有 就是三分之一的这个价格 所以难怪现在 大家说冲击会比较大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所以是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想办法来解决 司机们的转业的问题 不过未来好像真的有可能 空中无人机 空中直升机 应该这样讲 空中计程车 空中计程车 是有人一直在构想 不过世界各国 对这边比较有疑虑 因为空中的 如果万一有的什么状况 的话损害会比较大 最近是在中国大陆 他说现在是在北京跟深圳 在运行 上海最快是2026年 空中计程车 他是用一种旋翼的 载人电动飞行器 起飞跟降落 不是那种直升机的模式 直升机那就鬼了 从普通 普通飞外滩 其实就很沉浸嘛 这可能要固定航道 固定时间 固定的 这个可能要另外再考虑 因为这个不像无人 不像无人机车 可以沿街揽客 不是他有路线 那空中就没有路线了 所以一定要固定航道 要不然问题会很多 我觉得蛮特别的 你知道吗 他上海他停外滩的 一个御兰广场 因为有网友是这样算的 普通普通机场到外滩 直线距离大概40公里 一公里三块钱 这样算一算 这一百多块钱 就搞定 然后一定要很快 不会塞车 这个好 因为我跟你讲 以前最早我曾有一次 从香港到澳门 我是搭直升机 贵得要命 香港到澳门 很快 要多少费用 我忘了 蛮贵的 但是我是觉得 我坐起来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直升机 对啊 没有安全感 但是如果有种计程车 飞得不要太高 对对对 不要飞那么高 不要飞那么高 我觉得对这种 这种比较跨海的 或者跨海峡的 跨河道的 比如在长江两岸 就不用去挤长江大桥 对不对 阳浦大桥 我觉得这 有点预算的 我们就用飞的过去 对对 要赶路嘛 对不对 赶路的话 你做萝卜快跑 他慢慢给你开 变成萝卜慢跑 对啊 你就会挤啊 好啦 最后三分钟的时间呢 我们也来聊一下 有关于这个 高获利的汽车时代 已经过去了 尤其是德国 这个是德国媒体 其实去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做了这个宣布 他觉得 德国高获利时代过去了 因为你知道吗 我后来看了一下资料才知道 原来因为比亚迪 还有相关的汽车 都在中国大陆的价格 真的是太有竞争力了 所以不得不 这些兵士奔驰 他们也要降价出售 但是说 卖一辆C级的兵士 赔30万啊 因为应该这么说 卖汽车 会有一定的经销的成本 这个成本有的时候也不低 现在中国的车子越做越好 而且是电动车 所以品质越来往上 就会就卡到了高级车的入门款 C级的兵士车是入门款 兵士车大概有S1跟C S算是比较上等级的 E是中等级的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C是入门款 它会卡到入门款的生意 没错 您说的对 他们说叫赔本甩货 赔本甩货 因卖不掉也是放在那边 也是折旧啊 因为你那个入门款的 都没什么配备啊 那同样的价钱 我在买比亚迪的车子 我都买得非常好的 又新车 对 又新车啊 差距在这里了 所以我是觉得 兵士也不用泄气 你们还是有一定的那种 那种品牌的价值 那这个时候你们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你们车子设计的理念 不能老是那种那个样子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接下来 中国汽车的超大国时代 或许就来临了 哇 今天很高兴哦 我们得蔡博士来到我们现场 然后还给我们带来了烤鸭 再给大家来评评一下 北京烤鸭 当然也是讲到有关于奥运啦 哎 老婆我们是不是有一张画面 很多人不知道 选手村长什么样子 对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张画面呢 它是一整栋的 我后来才知道你看 你看全部都是 哎 为什么都是China 然后还有这个熊猫可爱哦 原来 有个熊猫 他们选手村是这样 一栋一栋的 比如说英国 看人数多少 那因为中国人 在参赛选手多 所以呢就有很多栋这样子 那其他没有那么多的呢 他们就是一栋是什么国家 一栋是什么国家 可能一栋好几个国家都有 对 他们连在一起 然后基本是一动一动这样子的 很特别 让大家看到 选手村不一样的画面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在奥运期间 多找一些奥运的赛事 来跟大家一起跟上这个 时代的潮流 跟上体坛的潮流 喜欢我们真心话大冒险 欢迎大家 常常要回来看我们的补课哦 然后还有我们的订阅 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真心话大冒险 虽然今天预录 但是逸真还是会回来 看大家留言哦 那下个礼拜呢 下个礼拜二 我们就恢复成直播了 欢迎大家呢 继续来帮我们 回来按赞应援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 蔡委员蔡博士 来到这边 谢谢大家 没错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叫你呀 评论